3,2,1 引擎充電力 Viasat 3 Go Viasat,Go Falcon Heavy 火焰光芒点亮夜空 SpaceX猎鹰重型运载火箭 美国时间周日晚上将三枚卫星成功送上太空 除了这回最新任务 大家最关注的还是上个月20号 SpaceX最强大的火箭新建试射爆炸 升空四分钟启动飞行中止系统自爆 不过失败本身就是好事 发射台修复恐怕需要6到8周 下次设计日期还没定 传出有可能是夏季初 但新建计划光今年已经烧掉20亿美元 从2020测试型试射 到2021一个月连两次爆炸 马斯克为什么全力以赴冲刺新建开发 星建终极目标就是载人送上火星 马斯克对火星情有独钟 从SpaceX今年4月宣传片就很清楚 模拟动画看到玻璃罩充顶 打开舱门眼前火星已经变都市的样貌 想找人类能居住的第二个星球 马斯克不只在一个场合谈他的计划 因此新建开发就像打造像飞机一样能反复使用的接驳工具 马斯克曾经说过希望2026新建能够试射成功 但就算抵达火星挑战还很多 想当火星先驱资金从哪来 SpaceX目前想靠商业任务赚钱 尤其深受NASA信赖 连从反月球计划都交给SpaceX帮忙 像NASA和欧洲太空总署这种公家机关 很缺人力和财力 SpaceX就是抓准NASA雄厚资源 公布门海斯人企业鱼帮水水帮鱼 马斯克的火星梦才能一步步前进 TVBS新闻终于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iceXDLS com